我小时候其实我的自然是想做消防员的 觉得消防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业 我有想过是想做消防员 我以前有很多军人 差人气拍了很多 宋气气拍了很多 有过警察 但是消防员只是头一层 演消防员再辛苦点 其实正常火灾一定是大厦或建筑物里面 我今次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所以我很想是一个困局的环境 全都是真家伙 大家都看到黄金战衣 穿上来 我想温度大概50度 这件衣服是防火1000度 我们尝试过要弄坏的衣服 是花了 用过火枪 烧了三分钟才开始有少少黑 如果在厂 一戴上去就很想长 因为觉得整件事很焦 你在一个很累的状态里面 你很难去专心 去focus你的戏 我现在拍十五六个钟 辛苦的 辛苦的 不过 那个精神我觉得是很不同 因为原来穿了这一身制服 你真的很着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因为我是代表着一帮 大家都永远不知道的无名英雄 还有这个戏也是 煙霧微慢 拍完每一天 其实鼻孔不是流血 是流一些黑色的鼻水出来 一撩牆 哇 都是爱情片的適合我 都是爱情片的適合我 一、二、三 一、二、三 哇 啊 啊 谁呢,也可以再接 Gol 你炸 RD,你炸手柱 我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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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了